以致下列各平衡系統中化現物質的平衡濃度為C1 定溫下將物系的體積減半後達到性能平衡 此時該物質的濃度為C2 那則下列何者符合 C2除以C1皆在1到2之間 首先我們看到前兩個選項 這裡是先將體積減半達到性能平衡 所以我們分別來看一下A跟B的關係圖 那A要注意到碳是固體 固體跟氣體壓力是沒有關係的 所以就看後面氣體的部分 那當體積減半 體積減半物系它的壓力或濃度會加倍 那雖然它們增加的是等倍數 可是因為右邊有兩個東西 我們就把它當成係數是2 所以我們就畫鏡頭比較大 增加比較多 那左邊少一點 這時候反應就像左邊移動 那向左邊移動呢 我們可以看到化現是CO嘛 CO它濃度先增加一倍之後 反應向左邊移動 所以它會慢慢變少 那會不會少到比原來更少呢 不會 這是因為它體積減半的關係 再怎麼樣都比原來還多一些 所以看起來A的確符合 就是借在一倍跟兩倍的中間值 接下來我們看到B 那這是ammonia分解產生氮氣跟氫氣 體積減半 大家的濃度或壓力都增加 右邊係數總和是4 左邊是2 所以我畫一個右邊比較大的箭頭 所以可以判斷反應向左邊移動 所以ammonia它的一個濃度 先增加一倍之後 由於反應向左 所以它又繼續增加 所以表示說它的比值應該是大於2 所以這個B選項不符合 接下來看到C跟珠 這是水的蒸發 體積減半 那體積減半呢 壓力增加 然後會變成凝結成水 由於水會有一個飽和增加的概念 所以壓力過大就凝結 壓力再大再凝結 所以最終它的這個濃度都會是一致的 所以它就先增加一倍之後回來原點 那這是非常特殊的 所以這個等於是1喔 再看珠 那這NO4變成2NO2 那一樣體積減半 右邊增加比較多 左邊比較少 反應向左邊移動 那畫線的部分呢 它是先增加一倍之後向左移動 所以就會減少一些 所以的確符合在1倍到2倍的中間值 所以看起來珠正確 最後看到1選項 2HI 那分解產生H2加I2 好 那這個體積減半嘛 那左邊係數2 右邊是2 所以我們畫的箭頭一樣多 這時候反應根本不移動 所以看起來它就是 因為體積減半濃度加倍 然後呢 反應不會向左不會向右 所以清晰的濃度維持定值 這是1選項 所以這個比值應該就等於是2 所以這個高度是3 可以跟插3 4 9 6 10 10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